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哈喽 哈喽 嗨嗨嗨 欢迎回来我们的小题大作 又见面了 没错 这一次呢我们的题目是 我如何用算命帮助别人 这很多啊 美甘利不就是吗 对啊 我自己 当然我的资历还很浅啦 我们小吴老师还算是初出茅庐 所以我帮助别人的故事 还是稍微少一点 那我们邢老师呢 就是有三十几年 帮助别人的案例可以分享 那我们先来说小吴老师的好了 好 先说你的好了 我的资历比较浅 我们分享的故事比较少 先来讲没有这么劲爆好了 我比较简单就是 蛮多客户可能会来跟我咨询 他的感情问题 那前一阵子有一个 我觉得他偏乳小啦 他应该不会听吧 听了也不一定会知道是他把我希望 就是跟男朋友分手啊 在一起好几年男朋友分手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讲说 你就先不要去烦他 因为男生是武将嘛 武将的话你硬去跟人家沟通的话 是沟通不来的 两脉俱散 对啊 然后他其实当时是问我两个问题 一个是问工作 一个是问感情 他当时的情况就是 工作又没着落 然后感情又分手 就是非常失忆的一个状态啦 然后其实像 因为我是负责线上普挂的部分嘛 所以大部分线上普挂 其实写的蛮清楚的 所以我讲解 就是快很准的 很快就结束了大概15分钟内 所以那客人我破天荒 讲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样的我就是 大放送 对啊 真的是大放送 就因为他听起来就是很需要开导 很需要聊天 所以我跟他讲解完之后 又跟他分享很多 可能过去我是怎么样处理 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那当时我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就是先不要去跟你的男朋友 讲说要复合 你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你的工作 然后 工作做好 对我当时也跟他讲说你很适合去当老师方面的嘛 然后他就后来他就说好 他会听我的 所以我大概过两三个月之后 他前阵子就跟我分享说 诶他跟男朋友复合了 我那时候跟他讲说你五月的时候 五月之后 反正这三个月你就先做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五月 五月的时候他就跟我来讲说 他跟他男朋友复合了 诶很准哦 对我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工作呢怎么样 他说他现在就是专职的在做家教 然后也做的蛮不错的 有遇到就是一些 呃应该说有前辈啦 有贵人 然后跟他分享了很多经验 所以就是他现在 应该说春风得意吧 工作跟感情都做得很顺 对感情也顺 对啊 然后这就是我最近 听到最让人开心的分享 还有啊 还有我们的那个若宇 哈哈 还把名字讲出来 没关系啦 若宇自从找我们改名之后 哇 今年 对啊 顺得不得了 昨天来一首我们啊 观光赞成的礼物 好我还说 诶是不是今年要买房子 因为那时候去年年底来算流年的时候 我们就说他今年可能可以买房子嘛 他说 哦 现在我在看就是敦化北路敦化南路 我说诶那边很贵 若宇是我高中的时候认识的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就是俗称的网友 然后有一天 因为我不时都会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发说就是 诶我的工作这些的嘛 有一天 他就突然联系我说 他想要来找我们算命 我就给他找了一个时间 他就说不行 因为他隔天要什么 过两天就要搬离台北了 对 然后他听起来就很失忆 我说好那不然你明天下午就来 然后他来的时候 因为其实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可是我们认识其实超过十年 我十七岁的时候认识他的 他是我一个就是网友 我这段我还不知道 他是那个台中就是我们星云的朋友嘛 因为星云认识的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很失忆 因为他就决定要搬离台北 是因为他跟他同居的女朋友 原本要结婚 但是女方出轨 那女方出轨之后呢 就当然就势必要分居了嘛 分居他就说想要放下一切 然后他当时其实连就是想要 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他那时候来的时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失忆 很失忆 对 然后那时候你不是说 他身上的颜色也都是 灰蓝色 忧郁跟放弃 我们当时就帮他补了一挂嘛 然后也就是跟他讲说 诶他这个名字最好是改掉 对非常不好 对 因为会一直不成功 爱情会很困难 一直存不了钱 然后终究就是零 他就 诶二话不说 马上就把名字改了 嗯哼 改了之后 哇 工作的机会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 就是 财运长江棍 他不定时的就会来跟我讲说 他最近又接了几个工作 诶你知道 因为他是做就是拍电视剧的嘛 他后来在来算流年的时候 也来问我们说 诶要不要去哪一间公司 我妈就说你赶快去 他是 他也换了公司 对他是制片嘛 他底下光是助理就有八个吧 助理哦 制片助理就要带八个哦 你看他做的多好 那时候也说今年是有喜嘛 除了有机会买房子之外 也会遇到很好的另一半 真的 他现在刚刚 心花朵朵 对啊 开心的不得了 昨天来家演说 顶着一头蓝色的 紫蓝色的 我说我要去剪那样的把心 对啊 剪短发 反正现在整个人就是气色啊 各种啊 就看得出来 完全是不一样的颜色 没错 对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啦 换我们星老师来分享 他就是 印象很深刻 帮助别人的故事 应该是说 我讲一个就是 这个主角是看了我的书 然后等了五年来找我 但是呢 最重要找我的人是我没看过 是这个来找我叶先生的阿公 阿公哦 对 爷爷 爸爸的爸爸 嗯 这个呢 晚上呢 就有一个老先生来 我讲 邢老师 哎 我想这个是谁的 这个老先生是谁的家人 这样 他就很客气的 很客气哦 然后呢 他就先自我介绍 对 等一下 你是看到鬼 还是人家来托梦 你要讲清楚 你突然讲说晚上有个老先生来 看到 不是来托梦 我的儿子是谁 然后他的孙子有来找过我 然后他说他是 耶爸爸的爸爸 我说耶爸爸的爸爸 哦 那我说哦 那我知道了 他就告诉我 就说 哎 你明天去我们家 可是你不要太早去 接近11点半的时候 因为明天有人来祝念 那我说 我去你们家 然后他就说 你要告诉我的小孩 我的孙子 明天会有很多人 然后你告诉他 他们要找的东西 然后我放在哪里 哪里 这样子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这20年 他都是在他太太的照片前面 唱一首日本歌 然后来怀念他的太太 因为他太太就是 过世20年 他从他太太过世之后 他很很懊恼很后悔 他对他太太不好 对 所以大家家里都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唱这首歌来 每天同样的一首歌 怀念他的太太 怀念他的太太 怎么人都到 到走了之后 才在怀念 才在后悔 才在纪念 其实人不要这样子 那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记得 你拜托拜托 明天一定要去 这又让我想到 布鲁斯威利的那个电影 你懂吗 对啊 有一个 什么电影 对 有一个小孩啊 他后来演了半天 结果妈妈没有看过他的 那一个 完全不知道什么电影 反正 我就想到说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男主角是 去敲门 他一直要告诉他 他有一封信是在那个脚踏垫下面 可是他去了很多次 都被那个太太轰出来 讲不清楚 都被轰出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 对那 然后我就想说 哎 这个我去的时候 要怎么跟人家讲了 人家 人家这 我又跟这个 人家没有邀请你去投妻 对 然后你突然好去投妻 对然后呢 这个爷爷我也没见过面 那我又是一个算命的 这时候 哎这三个搭在一起 其实真的是 人家会可能觉得你是要去诈骗 哈哈哈 还就是在这种就是这么悲伤的日子 对然后突然出现 对啊 后来呢 我就就跟跟你爸爸说 你要载我去三重 到了时候呢 我就看到哎 有一些师姐下来 词继的 诅念的师姐 师父下来 哎刚好 然后呢 我就赶快过去 那我就上楼 上楼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我也吓一跳 讲说哎呦 当时呢 叶爸爸有讲说哎 这老师怎么那么好呢 他 不跟阿公 也不也没有告诉他 他怎么知道 怎么这样 我们今天来 对 来投妻来 黏心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 对啊 我 我来上个香这样 那我去的时候 啊 阿公很开心的 哦 我在楼下说 阿公就在那边 因为还找不到门牌 阿公就在那边叫我 说这边啊 这边啊 哎 我就看到阿公 对阿公就 就带领我上楼 这样子 那一路他就在我的旁边 我就说哎 是这样子嘛 阿公昨天晚上 把我叫醒嘛 然后他们就 二三十个人啊 然后他们还有这样 用那个斜眼啊 这样看着我想说 真的啊 假的啊 这完全 二三十个人 大概有 有五分之四 都不相信你 五分之四 百分之四 百分之九十九 我想说这个人来招摇 撞片 对 然后想这怎么 怎么会突然跑来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哎 阿公就 交代我 就是 哎 就是 他那个 喜欢的那件衣服啦 哎 那件衣服 还是那个 哎 他是不是跟我讲 他媳妇买的 然后花花 反正就是那件衣服 在他身上嘛 然后他有个东西 在柜子里 然后什么东西 再怎么样 这样子 就他 交代了三件事情 然后我当时 然后他们马上去找 然后就找到了 你懂吗 他们就觉得 哎 不可思议 他阿公叫我来 拖这些讯息 这些事情 然后真的应验的 有这些事情 那我就 就 就先离开 这样子 嗯 事后呢 这个阿公的儿子 这叶爸爸 还有阿公的孙子 小叶 都有告诉人家说 哦 这邢老师 真的很厉害 我阿公 没有去找他算过命 还有办法找到他 阿公没有 对 我爷爷没有见过邢老师 然后还找邢老师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找的东西在哪里 哦 这个真的就是 阿公的故事 这个就是因为 没有找过我算命 可是来 帮我叫醒 连见都没见过 就是帮我叫醒来见面 然后是 第六天 明天头七了 要做头七 然后让我看到他 然后让我完成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开心 印象很深刻 然后很谢谢阿公 愿意教我这样的朋友 多谢阿公 阿公现在是没来啦 哈哈哈 阿公已经西方 阿公已经去 去做更重要 更重要的职务了 嗯 对啊 对啊 今天分享的其实 对啊 蛮多 蛮多故事的 对啊 那你觉得为什么 大家都这么爱找你 诶 超准啊 无敌准啊 就大家讲的啊 我也问说 诶你们为什么来找我 讲说 哦 那个 你帮谁解决 然后 还有那个不会生小孩的 你都让他生小孩了 我们当然来找你啊 诶 帮我女儿 生小孩一下 生小孩一下 对 为什么别人要选择 找我 嗯哼 因为我有型老师啊 对 你有 我觉得 因为我有一个很坚 很坚强的 大山 没错 五树里面至少好几树了 对不对 对啊 有一个山 诗成我们的型老师 那当然 我们是传承啦 没错 对啊 传承 所以就是 我们是真的 青出于栏更胜于栏 对对对 是真的真的真的 虽然真的很不好学啦 嗯 对对 这个碗真的是不太好捧啦 对 没没被我打啦 被我丢 哎 推出去丢出去 拿一下哦 之前每次 每次掐错的时候 你都拿那个尺在那边 叮我好不好 真的 这个疫情哦 搞得 搞得大家哦 真的都错乱 真的我觉得我老了很多 对啊 体力也吃了很多 因为都没出去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先分享到这里 今天分享了三段 我们怎么帮助别人的经验嘛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非常多啦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可以去看 邢老师的那三本书 《望穿前世今生》 对 第一集是讲我整个 呃成长过程 办案过程 第二个讲爱情 情节百年月 第三集呢 家有千千节 讲家庭 对 讲家庭的问题 怎么打结 怎么去把他这个结打开 如果你有任何 线上普挂 线场普挂 风水命令 心灵学命盘方面的疑难杂症 想要来咨询我们的话呢 底下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我们的IG来找我 有看到讯息我都会回的 诶你刚讲心灵学 诶真的不错诶 有很多很多想要做那个艺人啊 明星的名字也可以来哦 对不对 心灵学 心灵学 我刚刚只被口水卡到了一下 心灵学 有有有 这个有服务的 有取艺名的 有有艺名啊 公司名也可以拿来取哦 对 当然啦 当然啦 是是是 对 好啦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啦 OK好 祝大家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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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